Hello大家好,我是阿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近期新买了一些鞋子 高跟鞋的分享 如果你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 你就应该会发现 其实我之前几乎几乎是 都是穿那个Editas那个小白鞋 或者就是那个一个小黑鞋这样 这是我的鞋子真的不太多的 然后以前呢我也不是很会 利用鞋子搭配 有时觉得可能小白鞋一双小白鞋就是摆搭的 摆搭的就买了一双就够了 我以前的想法就是不太会搭配吧 但是呢因为渐渐的关注了很多博主啊 然后看他们的穿搭 我也发现其实鞋子的搭配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近期就新买了一些高跟鞋 还有一些有一点点跟的鞋 我觉得我算是打开了鞋子的新世界的大门 其实呢以前我也是会经常买一些乱七八糟的鞋子 但是那些鞋子的利用率都是不太高的 因为我平常我以前买鞋子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好看的我要买 我曾经买过一双黑色高跟鞋 十厘米的高跟细跟 然后没有任何绑带的就是那种很正式的 我就是觉得它很好看然后我就买了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平常要怎么穿怎么搭 然后自己走路会怎样我也完全没有考虑 之前就是就这样一个非常傻的人 然后所以呢那双鞋可能买了大概我高一的时候买吧 可能已经很多年了都没有穿过 当初那双鞋还是我花了血本买的 但是就是永远的放在那里结灰 不过呢现在慢慢长大之后呢 算是会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想一想该如何搭配吧 然后看那双鞋的利用率高不高 我平常比如说那双鞋是要配玩礼服的 那我就肯定不可能买它再漂亮 我都不可能买过来 因为平常就穿不到嘛 所以呢我也是要提醒目前正准备入鞋坑 或者是正准备开始打扮的你们呢 记得再不管是你买衣服买裤子买什么也好买鞋子也好 都一定要注重它的利用率 就是你的穿搭率一定是要高的 不然的话买来机会就是非常的浪费钱的 然后这些鞋子的品牌呢我都会打在这里 购买方式呢我也会在视频里面说的很清楚 然后购买连接的话我还是一样会放到我的公众号 我的公众号上面想直接点进去那个连接买的话 就去我公众号看就行了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的鞋子分享吧 第一双鞋呢就是我人生中第一双Chanel的鞋子 然后这双鞋呢我觉得超级喜欢 就是喜欢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才决定买的 这双鞋呢是我这么多就是接下来推荐里面 单价最贵的一双鞋 它的样子呢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双非常非常简单的鞋子 但是呢你不要看这双鞋子很简单 但其实这双鞋子非常的好穿 它后跟也不会掉哦 而且穿上去拍照的话 我平常拍照 如果我是穿小白鞋拍照的话 因为我以前都是只会穿小白鞋嘛 然后我的腿型看起来就不会说这么的修长 但是只要一穿上这双鞋子拍照 就感觉有魔法你知道吗 就把你腿型弄得好好看的感觉 就是很修长 然后那个腿型刚刚好的感觉 反正我真的是爱死这双鞋子 而且它非常的百搭 就是你不管你穿什么牛仔裤也好啊 裙子也好啊 都是完全可以搭配到这双鞋的 而且关键就是它穿起来真的是 拍照真是无敌了 那个腿就是自动修长 真的太喜欢这双鞋了 如果有这个预算的朋友们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买 然后就到第二双 这是一个 哎我麻烦了 第二双鞋是这个牌子 然后这是一个韩国牌子的鞋 我买来之后呢 至今还没有穿过 因为最近香港一直下雨 我等这双鞋也等了一个多月 它是全手工制作的 就是你下个单身 它才会手工制作 然后再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晕晕晕晕 就是等了一个月才能到这双鞋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久这么久 还拍这个鞋子是一个原因 鞋盒的包装的 就是还蛮好的 我自己是有留鞋盒的 这个习惯的 而且我每次 外出穿的鞋呢 我回来之后都一定会 把它的鞋底擦得干干净净 再消毒 再放回鞋盒 所以就是我有这个 这个 怪癖 还是什么洁癖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 收藏鞋子的啦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之前很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 我自己穿不了的鞋 那现在呢我会买一些利用率高鞋 但是我也会很好的爱惜它 这双鞋子就是这样一个白色的 它其实跟刚刚那双 就是神奈那双鞋是 形状上是有点像的 也是这种尖头的 我非常推荐 你们平常觉得自己 脚腿比较短 或者人穿尖头的鞋 它真的是会完全 会很好很好的拉长的腿型 因为这双鞋我还买了之后 还没有穿过嘛 我今天准备穿出去拍照 最近香港一直下雨 疯狂下雨 就没机会穿这种鞋 当然这个是牛皮的 我觉得它超级好看 很有设计感 这个牌子呢 这个牌子的鞋呢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 它还有很多很多 好看的款式 接下来呢肯定会再买一款 我觉得很好看 很复古的样子 这只是我入门 想试一下 这个纯白色的鞋 然后它还有一些 比较复古的款式 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去买一下 我觉得算是很值得 购入的一双鞋 它是全手工制作的 我是在他们的官网上面买的 它很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跟 不规则的这种 形状 多边形 然后这种粗跟的 这种粗跟的走起路来 就会非常的好走 就是一双非常简约的鞋子 就是你穿起来的话 你随便配个什么 都不会说特别丑 真的很好看 哦对了 还有它的尺码的问题 因为韩国它手工制作的鞋子呢 我在网上看 大家都说最好是买 比你平常穿的大半码 假设你平常穿的36码 那么的话你就要买36.5 但是呢我觉得 最好还是大一码 比较好 我有看其他购买的人说 有的是大半码刚刚好 有的是大一码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你的脚是比较宽的 因为我的脚是属于比较宽的那个 如果你的脚比较宽的话 就一定要选大一码 如果你的脚是比较窄的话 就大半码就OK 我这个的话 我只选择了大半码 因为当时我还不确定嘛 但我试了之后 我觉得如果再大半码的话 会更好 会更有活动的空间 但是这个的话就会稍微 就刚刚好了 就没有活动的空间 我觉得 然后这双鞋穿起来 舒不舒服呢 我会在公众号里面 就去更新这个鞋子的情况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穿过 但是我打算今天穿 所以我就会在穿几乎 舒服舒服打不打脚啊什么的 我会在公众号里面 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到了第三双鞋 它是长这样的 它真的是一双高跟 但这个跟呢 不是说特别高 大概有七厘米左右吧 六七厘米左右 其实啊 我一直都想买一双 银色的高跟鞋 我觉得银色的高跟鞋 就还蛮百搭的 虽然它的颜色是银色 但是你穿一些牛仔裤啊 或者是穿一些 单宁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银色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或者是你穿一些黑色的吊带齿呢 等等的 反正银色真的就是一个 我觉得很百搭的颜色 它的鞋面呢 这里是一个像表带的这种 就是像那种 那种表带的那种设计 然后这里也是 这双鞋就是设计的非常的 时尚简约感 5.5 就是美国尺码5.5 这双鞋我就买小了半码 我应该买6码才对 6码的话就比较适合 6码的话穿起来就会刚刚好 但是5.5的就是 稍微紧了一点 如果你们要买这个牌子的鞋的话 如果你穿36码的话 就要买US6 会刚刚好 5.5真的太小了 因为我买了 我也买了这个牌子 另外一双鞋 我是买了6码 我觉得那个穿起来 就是刚刚好的 然后这双呢 就是稍微紧了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双鞋 超级好看 到还没有什么机会穿它了 它稍微有点高 我觉得 美丽可能 不需要说去逛街的时候 会去穿一穿它 这双鞋啊 我是在那个Shop Bob上面买的 我是通过那个返利网 就是我之前给你们分享过的 那个top cashback 那个返利网 然后呢 因为当时Shop Bob正在做 折扣优惠 然后呢 我就从返利网点进去 Shop Bob 然后呢 再输入它的优惠嘛 这样的话 我就不仅打了折 然后还可以再从你的 总价里面再返 8.5%的利率给我 所以买的这双鞋 买这双鞋 是买的超级便宜 好像只要700块 因为它原本是 好像只要600多 因为还返利嘛 这等于说超级大折 所以呢 我非常的推荐返利网 如果你们还没有注册返利网的话 我真的非常的建议你们 立刻去注册返利网 不过现在那个Shop Bob上面返利呢 我之前买的是反8.5%的利嘛 现在Shop Bob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现在变成2%了 就是返利少了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返利网上面 再看一下其他的 卖这种衣服啊 鞋子的那种网站上面 看一下 因为尽量去找一些返利 比较多的网站上面购物啦 Shop Bob的话 我就最近返利变少了 我就会 不太想在上面买东西 我就会选择一些返利 比较多的网站上面买东西 不注册在一个返利网 然后之后买东西 记得记得记得 一定要先从返利网点进去 再买 真的是可以返利啊 每次都 我现在的返利都有60多美金了吧 60多美金 全以666 300多块钱了 我就300块钱给返利了 然后最后一双鞋 也是这个牌子的 这双鞋的话 我在微博也有发过 我穿它的照片 然后也有朋友问我说 在哪里买的 这双鞋也是这个牌子的 它是这种裸色的 肉色的 然后它的根是这种透明的 我这双鞋就是 还蛮时尚的一双鞋吧 也是非常好搭配的 如果你问我 黑色的高跟鞋和裸色的高跟鞋 哪一双是最百搭 大什么都不错的话 我会跟你说是裸色 因为黑色它的很多时候 的冲撞 视觉冲撞感还是会比较强的 另外我觉得裸色的鞋子 如果你的脚穿进去 这个鞋子的颜色 跟你的脚的颜色差不多的话 它会跟你的脚比较融为一体 当你拍照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搭配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 把你的腿弄得很长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我会在 黑色的鞋子和裸色的鞋子里面 选裸色 这双鞋啊我买成 这双鞋好像也就才1000左右吧 而且啊我跟你说 这双鞋超级好穿 超级好穿 穿上去要完全 我觉得是如履平地 就是完全就是感觉在 穿着平底鞋在地上走一样 非常的舒服 它就跟它一点也不会 让你有压迫感 或者是你的脚很痛啊什么的 我可以穿它一天逛街 都没问题 就是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舒服 这双鞋 之前呢我有详细介绍过这个网站 在我的海淘购物分享 然后你们想知道 关于这个网站的信息的话 就去看我的那个 海淘购物分享 那个视频里面 我有详细的介绍 那么呢 我今天的鞋子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了 购买链接 我会放在我的公众号 如果你们感兴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